我本來是一個完全不過節的人 但是可能是年紀慢慢增長也有可能是因為在國外的關係 所以就覺得說如果不過節的話真的會覺得一年過的時間飛快 特別還有今年2020年我覺得實在全球的氛圍都不是很好的狀況之下 然後我們家也因為就是韓國的疫情一直停不下來 所以在關在家裡的時間變長了以後我也覺得會有一陣一陣的低氣壓 所以我決定今年要來好好的度過聖誕節 所以我買了一盒的三蛋糬 它據傳它做起來就會是類似像這樣 然後呢這就是它裡面所有的材料 那我先拿出它的說明書來 挑戰它說明書有點簡陋 其實我光想它到底要放什麼位置掛那個樹梢我就搞了很久 拿出這個木條 就可以把叮叮當當的東西掛到上面去了 是不是很簡單 哈哈哈哈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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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里面可以挂在上面的大部分都是市面上 其实就很简单可以买到的一些挂饰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自己拿到木头的话 其实自己也有可能在家里就手工做一颗 只要去买挂饰就好 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伴友或是我朋友 都想要跟我一样买这个圣诞树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卖堂上面可能都会标志说 这个挂饰如果没了的话会随机的用别的挂饰递 所以你有可能拿到挂饰跟照片上不一样 或是拿到很丑的挂饰 这都要注意 这都很简单可以做的 这都可以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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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the fourth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for calling birds, three french hands, two turtle doves 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what the surface is?